若C答为一个实数 是求sinC答平方乘上括号的 secantC答平方减tanginC答平方 再加上cosC答平方乘上括号的 cosC答平方减tanginC答平方的值 好,那在这边呢 括号里面的东西让我们看起来很眼熟 没有错,它就是平方关系 所以我们来看 sin,cos,tangin,cotangin,secant,cosecant 好,我们第一个呢 secant跟tangin在这边 好,所以我们来看哦 tangin的平方加上1等于secant的平方 那么我们secant减tangin呢 把tangin移上过来 所以secant平方减tangin平方等于1 所以我们第一个括号就会等于1 再来第二个括号呢 是cosecant和cotangin 所以是这个三角形 1加上cotangin平方 会等于cosecant平方 好,我们把cotangin移上过来 所以cosecant平方减掉cotangin平方 会等于1 所以我们知道第二个括号也等于1 那么呢,我们的原本的式子 就可以把它写成sinc大平方 加上cosc大平方 好,那这样子呢 是我们平方关系的第一条 所以它就会等于1 那我们的答案就是1 好,那我们下来